疫苗接种状况再来看到着西乡的部分 由卫生所注点在各村的卫生室为长者施打 避免周车劳顿以及交通不便 着西乡共有31位长者有意愿施打 每位长者都已经施打完毕 这里是着西乡太平村的卫生室 全县16号开始针对原住民族85岁以上长者施打疫苗 着西乡总共有31位的长者是有意愿来施打疫苗 我们老人家是85岁以上 所以现在我们在太平这里还不错 有六位老人家都准时来注射了 那我们就是希望他们的家属回去以后 好好的再照顾 因为一定会有副作用 另外卓西乡卫生所很贴心的卫长被着想 由卫生所注点到各村落的卫生室为长者来施打 也避免周车劳顿以及交通不便 长者如果要集中到卫生所打的话 是会非常的不方便 那也避免一下子同时那么多人打 也避免群聚 所以我们卓西卫生所决定 就是以分战分流的方式来施打 然后也希望今天我们会以一天的时间全面打完 为了避免长辈身体出现状况 请子女尽量陪同 在施打后要留在现场休息30分钟 如果有任何过敏以及不作用的症状 子女也能够陪伴长者来照顾 并且也通知医护人员来检查 记者高双双周期相采访报道